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知了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 我们小时候经常一块玩 你还叫我写过作业呢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有这回事吗 当然有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也考上星辰了 我们俩是校友了 这么巧 不会吧 你再仔细想一想 想起来吗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记得了 你好 请问你是今天来面试的 钢琴演奏师吗 你好 我是 现在氛围不错 来上一曲吧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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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宁哥哥 你到底怎么了 我听到你那种低肋的演奏 我就头疼 我知道我刚才弹得不好 但是这些年 我一直都很认真 很努力地在学习钢琴 所以我才能考上星辰啊 认真 你指的是刚才那首曲子吗 那还是算了 我今天是因为紧张 所以发挥失常了 但是你记不记得 你说过 只要我变成优秀的人 你就会喜欢我 所以我一直都 那你觉得你现在够优秀了吗 我 如果不够优秀 我们还是做陌生人吧 所以 你刚才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的 对吧 我觉得每个人 都要接受自己喜欢的事物 没必要勉强自己 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了 如果你不喜欢钢琴 又不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的话 我劝你趁早放弃吧 你还会给大家 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以继续装作不认识我 但是 请不要再质疑我对音乐的态度 实在对不起 你看看刚才那个男孩谈的 都给他们长脸的 你呢 那么好的份 都被你搞砸了 我们餐厅可用不起你 你赶快走吧 老板 说实话 就你的水平吧 赶快回去再练练 别丢人哪 这客人都被你给残跑了 你这是砸我们招牌啊 我今天实在是有点紧张 而且那首曲子真的很难 要不然你 你给我指定几首曲子 我回去练一段时间 肯定可以练好的 拜托我了 这机会是个有准备的人的 你还没准备好 快走吧 你闻着 先生 您看您要不要在我们餐厅 做一份兼职啊 我给您两倍的工资 三倍也行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要办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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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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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